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知道一味的拼命的飞 却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这节课里 我将介绍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四步 策略制定 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想问你 什么是策略 它和目的有什么关系 其实啊 目的就是方向 需要简单清晰的描绘出你要做的事情 比如 你要解决的主要的一个问题 或是你想抓住的一个机遇 而策略是为达到目的所做的一系列的选择 是完成目的的一个手段和方法 举个例子 要解决业绩增长这个问题 我们有可能会通过推出新产品 拓展新地区 开发新客户 提升老用户的复构 增加在线互联网渠道等等不同的一个策略方法手段来实现 达到目的有很多的一个不同的方法 而制定策略呢 也就是要求我们围绕问题的根因 从多个纬度来提出解决方案 那制定策略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最常见的还是头脑风暴的方法 但很多时候 因为缺乏有经验的主持人 头脑风暴往往最后轮为一场七嘴八舌的一个会议 讨论非常临散 最后也无法达成策略的共识 相信你在平时的会议讨论中 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下面 我为老策略的制定 分享一个香包品牌新产品研发的一个案例吧 2013年的时候 我的主要工作是为传统企业设计一个互联网转型的一个策略 我有一个企业家朋友 我把他叫老秦 他是从事香包行业的 他呢 有自己的一个制造工厂 多年来呢 一直为一些知名的一线品牌做代工生产 也非常有影响力 但是老秦啊 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企业家 他一直不满足于做代工生产 在积累了一定的香包设计经验以后呢 他就抓住了机会 推出了自己的一个香包的品牌 我们顾且把它叫做二品牌 他采用啊 与一线品牌一样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品质 类似的款式 但价格更低 但没成想哦 二品牌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销量 却寥寥无几 这啊 可筹坏了我这个企业家朋友 于是啊 老秦就邀请我们团队 来帮助他制定自有新品牌的一个定位 这里也邀请你思考一下 啊 品牌新产品研发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经过数个月的一个调研 我们发现绝大部分互联网的用户 更关注的是香包的一个质量和尺寸大小 而非是老秦认为的是品牌啊 价格啊 款式的这些因素 同时我们也看到香包市场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 很多香包的设计缺乏人性化的一个考虑 收纳功能啊 设计非常的粗糙 此外 调研收集也显示 当时每年那个出国人次啊 在中国将近有一个亿的人次啊 很厉害 对吧 那用户出国的时候呢 往往携带一个什么 大尺寸的一个香包 比如说28层以上 但是很少当时有品牌会在大尺寸的一个香包上大做文章 调研结束以后 我们就和老秦团队开了几次新产品研发的一个策略会议 为老新产品研发可能的几个策略方向 大家进行了头脑分爆 听到这里 你可能比较困惑 自定策略以前为什么需要提问呢 因为提出问题啊 既能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新策略 也有助你挑战新想法 你确保在正式开始实施策略之前 你已经考虑的很周全 因而 以系统而全面的方式提出问题 对策略的制定非常重要 这一讲 我就和你一起探索一下 如何通过提问来共创策略 这里啊 主要向你介绍一个方法 叫五个W 一个H提问法 五W 一个H提问法 其实啊 是一个简单实用的一个提问框架 它分别代表了 who 谁 what 什么 why 为什么 where 哪里 when 何时 how 如何 自定策略的时候 就需要从这六个方面来进行思考和提问 那如何可以进行五W EH的提问 从而可以催生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意呢 那继续回到刚才的一个香包生产的一个案例哦 你可以根据五W EH的一次进行提问 同时要尽可能的多提问 对于他人的回答 你可以不断的追问 好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W who 开始 关于who 谁的提问 你可以这样先问 诶 请问谁是我们的目标用户呢 比如是买大尺寸的香包的一个人群 你可以继续追问 确保对方清晰表达他的想法 你这个香包主要针对大尺寸香包的哪些人群呢 他们回答说 出国人群 那这样一个提问 就可以清晰聚焦核心的目标人群 是指那些需要长途的一个旅行 如出国的一些旅客 那第二个W是what 什么产品 关于what 可以这样提问 诶 用户用这个产品或者功能来做什么 产品或者功能为用户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比如答案是 要研发一个出国场景用的一个香包 要实现第一耐栓 第二智能收纳 第三大容量的一个目的 以及提供一些智能的一个功能 比如香包的一个位置的显示等等等等 你可以继续问 这个香包应该是什么样的价格比较合适呢 什么样的颜色用户可能比较喜欢呢 回答可能是大约2000多元 比普通的一个香包要贵一些 颜色呢 最好能够显眼 容易能够辩论 那5WH 第三个W是 我们要问 为什么 why 比如你可以这样问哦 用户为什么选择你的产品 而不选择别的呢 因为这个产品呢 跟市场同类产品不同啊 它专注于出国人群的一个 人性化的考虑 更加耐栓 有更人性化的一个收纳功能 还有自动测量 箱子的重量 防止操纵和APP链接等智能功能 你可以继续追问 那为什么要实现耐栓功能呢 因为出国的香包 经过多次的运输 容易破损 耐栓是一个刚性的需求 那为什么要更人性化的一个智能收纳功能呢 因为比如说香包里面放很多不同东西啊 比如化妆品容易漏啊 对吧 那西装容易起扣啊 电脑容易晒坏啊 那名片的小东西都应该放在小夹层里面啊 最好放在外面可以拿 那智能收纳呢 可以让你放更多的东西啊 更加安心和方便啊 好 那关于Y你还可以继续问 那为什么竞争对手还没有推出类似概念的产品呢 可能的答案是对手的品牌定位啊 是犯人群啊 因为什么人群都想做啊 什么子孙都想做 那往往这些对手呢 提供各种场景下的各种子孙的香包 所以他不专注对吧 那么5WHH的第四个 你可以问where 哪里 嗯 你可以这样问 我们打算在哪里生产子类香包呢 比如说自己的工厂 那么你也可以问 那未来我们计划在哪里投放广告呢 那主要考虑是在互联网上 因为针对的是年轻的一个白领的用户 5个W 最后一个W是when 何时 你问 用户一般何时使用我们的产品呢 比如说在出国的这个场合 或者国内家人啊 一起多人出游的一个场合 你使用这种大的一个尺寸香包 那我们打算何时开始完成新产品概念的用户测试呢 下个月对产品概念进行用户测试 好 现在轮到问H了 好 什么方法 那用户将如何使用我们的产品呢 好 香包啊 可以附上这个产品使用手册 用户呢 拿出手机 扫描手册上的一个二维码 就可以下载APP 那APP里面呢 有二品牌使用攻略的一个视频 对吧 你还可以这样啊 我们将使用什么样的一个销售渠道呢 可以是互联网的一个第三方平台 比如京东啊 天猫啊 等等等等 好 你看啊 经过这样的一个提案分析啊 最后我和老秦一致认为 我们应该聚焦在香包的一个大尺寸 耐衰 还要融合智能收纳的功能 同时最好也提出 做一款能够通过APP 拓展更多功能的一个智能香包 这样一系列的一个概念 现在你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5WH进行策略提问 最后还要分享你两个小天使 第一在制定新的策略以前 首先要对曾经的一个策略方法效果进行反思 好 一定要注意哦 我们团队成员啊 要一起评估啊 过去所做过事情的一个方案的一个得失 如果曾经的策略没有效果 要分析原因 要总结经验和规律 然后再寻找新的方法 否则啊 很可能会重蹈覆辙 关于这一点 你可以这样提问 过去我们团队做过什么 效果如何 为什么呢 好 那我送你第二个贴士是 不要一个人哦 苦思冥想的制定新策略 要多问问其他人 其他行业的做法 要产生好的策略啊 你一定要让持不同观点 不同纬度的这些人啊 穿越进来 好 拿上面的一个 二品牌的一个香包来说 市场部的一个负责人可以这样问 如果新香包的一个定价为2500元 请问销售部的同事们会怎么看 你们能卖出去吗 同时 你要务必跳出行业 来看看其他行业遇到类似问题 是如何解决的 比如 老秦邀请我们团队来做品牌定位 因为我们不是这一香包行业的 所以我们的思维啊 不容易受到限制 一般而言 创新的灵感 往往来自于其他行业 你借鉴其他行业的做法 要应用到自己的行业以来 比如你是做智能产品 你可以这样提问啊 那其他行业是如何做新产品的呢 像智能电子秤啊 智能手表啊 等等等等 你可以把他们的一个经验 界定到自己的行业里面了 那接下来我们对本节课呢 做一个小节 这节课啊 我向你介绍了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四步 策略制定 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策略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所做的系列的选择 就是完成目的的手段和方法 而制定策略啊 就是围绕问题的根因 从多个维度来探索多种的可能性 从而来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目的 对可能的策略呢 进行有效的提问啊 你可以使用五个W 一个H的一个提问法 这个工具 能让团队头脑分爆 制定策略的时候呢 在一定的框架的范围里面 进行提问 防止啊 思维一个发散混乱 最后 我给了你两个策略制定的一个小贴士 第一啊 在制定新的策略以前 首先要对曾经做过的一个策略方法 效果来进行反思 第二 请你不要一个人苦思冥想的制定新策略 要多问问其他人 其他行业 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将学习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五步 策略评估 选择哪一个方案 你将了解如何通过提问 从一堆的策略中 选择最靠谱的那几个 好 这次带给你的本期的思考是 头脑分爆以后 往往会形成很多策略 那接下来 在实际工作中 你是赞成用比较多的策略 来达成目标 还是更愿意选择少量的策略 来完成任务呢 为什么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 好 我看你了吗 我看你了吗 好